欢迎回到我们深入阅读书书会管理的使命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管理不只是在公司企业内部有企业外部 还有企业就是他必须要肩负就是社会的责任 那我们在企业在执行社会的责任的时候呢 有哪些限制呢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限制呢 这本书的作者他有特别的探讨 那我们请莫妮卡来分享一下 好 基本上他觉得说经理人 我们在面对社会的责任的时候 第一个你只能说对你预期 可以预期到的问题来负责 那你不负责的话就等于 你会把这些成本呢转嫁到社会上去 会变成是社会的一个间接成本 但是解决方法你就必须要有所取舍 而且你不能去插手一些比较模糊的地带 避免呢导致说你承担了一些过多的责任 所以他觉得经理人你在面对企业社会责任 你在负责的时候 其实是有你的能力上的一些限制 因为你承担不该负责的地方 你等于是在自找麻烦 另外一个部分是 有没有环境对你也有些限制 他觉得你应该要负责的地方 是责任可以分得很清楚的点 而且这个责任是可以被测量的部分 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让你的对方 就是说让所有的人 外界所有的人觉得说 哎呀你们企业不只是做得不错 而且还是做得很好 他觉得说要让人家感觉到 你们企业做得非常不错 这样子才是够的 但是呢 经理人如果你想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啊 那你要有相对应的权利 你这个权利的取得也是一种限制 因为权利的取得就是看你的取得合不合法 这个问题 所以总言之哦 他觉得经理人你在能力跟权利的这个部分哦 你对于社会责任你到底能负责多少 然后你的负责的这个权利够不够 他觉得都是一个要考虑的地方 于是我们的经理人你必须要适时的懂得说不 因为呢如果你履行的一些社会责任反而会让你的企业绩效受损 他觉得这样子呢你不应该去负担这个权利 因为这个部分可能是要企业 对不起应该是要社会可能要一些很好的立法 你才能去负这个责的 再来呢你也不可以为了要扩大自己的权利 然后去取得一些不合法的部分 所以说在合法性跟能力的限制上 他觉得经理人你这个都要好好的考虑 哦原来是这样 那刚刚我们是提到了企业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来探讨 就是企业跟政府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是下一个章节我们要来探讨的部分 那我们待会见哦 谢谢大家